传道书第十一章 十一章到尾声了 劝我们要从小 我们的人生 从小开始 从幼年开始 幼年 你看我们的人生的一个阶段 一个一个阶段 要过去 我昨天算一下 从baby幼年 少年 青年 壮年 中年 老年 天年 国分这七个阶段 真是啊 人生一下子 小时说回头一看 一想 等到我现在回头一看 就进入老年 再回头一看上天堂 干倒天堂 呵呵呵呵 呵呵呵 所以很快啊 一下子很快啊 一下子的时间实在是很快 我们做个祷告 父神感谢祢新西兰带我们的平安 主啊 求祢在这里 与我们 同在 祢的圣灵 在我们心中做工 建造我们的心事意念 我们在祢的话语里面 我们深根建造 回顾我们的一生 我们都要感谢主 每一步都有祢的带领 都有祢的美意 感谢赞于主 好主耶稣基督的神 阿们 对 那 这个传道书讲到最后 传道十一章 我们要 第一个我们要施神 要 就是说你要啥种 要施神 当然它没有持续啊 但是你还是看到人生 从幼年从开始 你是要享受 你这个悉空中 但是悉空中也有享受 享受中又觉得悉空 总之呢 我们要敬为神 第一节 第... 第... 幼年 第二大段 第二大段 十一节 在幼年时 当之上帝 逼 居 这个 这个居就是神问的事 在念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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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问 居 当逼居 居是 叫神问你 我们小的时候就知道 上帝 在掌权 在全世界掌权 在我们个人 从小到大 他都掌权 他都做我们的事 那... 在这里呢 呃... 第十一章 九节 少年... 少年人啊 你将在年幼... 你在... 你在年幼时当快乐 在年幼的日子使你的心欢畅 行你心所愿意的 看你眼所爱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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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知道 为这一切的事 神必神问你 就是说... 哦... 我们少年人 这个少年人 当然不是说小孩 就是青年人啊 就是... 我们年轻的人啊 这个... 因为... 呃... 所罗门... 他在这个... 呃... 老年写这本书嘛 所以他成我们 比他的后辈 可以说都叫我们是少年人 当然你按字面讲就是年轻人啊 年轻人 所以我们年轻人呢 年轻的时候呢 呃... 要称作年轻 有... 有精力... 旺盛 我们要快乐 要高兴 呃... 要... 按照你的志愿 你所愿的心 按照你所看的去享受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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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你要知道 这一切 神总要使你受审判 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人生的一个过程里面 呃... 这个传道人传道书给我们一个提醒 指出我们神 在监察年轻人 是否有正当的舆论 不单是监察年轻人 当然也是监察我们的一生 一生 神都在看顾 不管你信不信神 你信神也好 不信神也好 神都在掌握 看顾着我们 是好是坏 祂都看顾我们 在掌握我们 那我们呢 从小 有没有快乐的 乐观的人生 还有乐观的态度 你还是小的时候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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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荡的生活 或者是... 这个... 啊... 夜不... 夜不... 晚上不回家 过夜生活 所以年轻啊... 少年人啊... 啊... 我们呢... 啊... 在这个年轻的时候 你是不是真的有快乐 少年不知仇 不知仇之为 少年是不是快乐 我想每个人的少年都不一样 年轻的时候都不一样 年轻 马弟兄 你在马来西亚 你... 你年轻的时候 你是怎么够的 平平淡淡还是 没什么特别的 我们还是讲传道书 下一次我们要讲 雅各 现在讲传道书 最后最后 第... 第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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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 第十一章 第十一章 第九节 第二页 第二页 下星期我们是讲到第十一章 第六 啊... 上个星期讲到第六吗 是不是 是啊... 啊... 写第六啊... 好... 那我们现在呢 要讲这个... 第二... 第二... 第七... 那我们讲第七... 上七八节... 就是说... 好... 好... 我们现在讲第... 享受人生的年日... 享受人生的年日... 啊... 啊... 第七到第八节... 啊... 啊... 那我们来先念一下经文哈... 光本是佳美的... 眼睛... 眼见日光也是可悦的... 一阵中以光乃是美妙的... 眼见日光就感到愉快... 光... 在这里是形容... 我们... 呃... 呃... 的生命... 讲我们的一生... 是生命... 在光明中有生命... 啊...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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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雅约伯记》里面... 三章十六节... 呃... 呃... 我们讲我们的... 呃... 呃... 这个... 呃... 呃... 光... 光呢... 是讲到生命...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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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琦... 你有没有说你每天都很享受啊? 享受什么? 享受你的生命,享受你的人生啊? 不知道 呃... 你有没有感觉啊? 很难讲啊 就是起来就是忙吃早饭吃晚饭 你又没有说打开窗户眼睛一睛开 听到那个小鸟叫 看到门前的花开 看到路上的花开 出门有没有很久 太阳很温暖 早上就有没有这种 有没有这种私情话意 没有 年轻人都会有 他有的是看到他猫 戴个屁 开眼睛 那就是他享受 对我那只猫带给我很大的快乐 你是看到猫很快乐 不知道 我觉得应该是说 年纪比较大了 然后看到我那只猫就觉得 他是我的安慰 因为儿子都长大了都不理我 结果那只猫没关我 所以在美国很多宠物 每家人都要宠物 宠物来代替 宠物来代替 这个 就是说 对他的伴 power 你的好像 宠物只听你嘛 你就是主人嘛 你就是当一个主人 就是享受他主人 对啊 他一般都是听话的 对 但是可爱的 他不会去顶你的嘴 陪伴 陪伴 我觉得陪伴是很重要的 因为 就整天我大部分都是一个人嘛 到上班嘛 男孩子不可能跟我溺在一起 都是一个人 然后 我的猫很乖 我在什么地方 他就在什么地方 我在厨房做的事 他就在厨房 所以有些人 有些人都很宠物 我很喜欢厨房 你看我刚刚有个人 切马拉头有男的 那买拉头 抱个拉头在那里 我有的时候到那个 拉头那个 就是说 喝杯咖啡啦 一块钱一杯 最便宜的 在那个油站里 油站买了咖啡喝 我看有的时候 那些个人 女的 大的 抱了一只小狗 小毛 白白的 在身边 我说他就这样子 享受他的人生 李牧师 他们买拉头 带狗狗去 是狗来户 狗来户 要借着狗去发财的 而是一个迷信 这个迷信 美国人没有这个迷信 对啊 我看的是美国人 这样子 不是中国人 中国人狗来户 狗来户 狗来户 我看的是美国 美国人几乎都是 有宠物 那我自己觉得 我有一段时间是 还没有结婚以前 大学毕业有一段时间 在养命山工作 我是我一生之中 我最享受的一生 又自由 钱不多 但是我住在一个鸟羽花香 这个阳光很好 很清净 四周也没有什么人 都是我一个独立家屋 那旁边都是樱花 那早上都听到鸟叫 那我早上五点多钟的时候 就像这个春天 樱花要开的时候 那我就被这个鸟叫吵醒 去去去去去 鸟唱歌吵醒 那我就觉得眼睛一睁开 太阳光射进来 我就觉得今天很享受 是一个非常享受的人生 你要住在那个地方 所以要去度度假 你要选一个 这个风光明媚的地方 夫妻两个人去 enjoy一下来 也是很重要 所以年轻的时候 我是喜欢 我住在阳光山 那你是有钱人啊 不是有钱人 我是在那边打工啊 在那个 呃 国防医院 在那个总统 那个 当总统 当那个 张庆云当院长 我 我那个打工是有 卫兵占纲的 是阳明山的国防研究院 当个院长是总统啊 那你很厉害啊 这我每天都被什么抄袭 霸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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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家门口有四班巴士 哦 那少子 起床了 哦 四点多多巴士 我在那边住了两年 我二七八十八 我太太就在那边 我在阳明山打工的时候认识 我那个地方是 普通人进不去的 平常也进不去的 要 是关火吗 关底吗 不是关底 就是那办公大楼嘛 办公室 比较 阳明山中山楼啊 中山楼啊 中山楼平常开放 要开放 平常不开放 那可以住人吗 我是职员嘛 我单身职员 没有地方住 我就 也可以住人 但是没有人住 就是单身和住在那里 其他的人都回家了 下完班的巴士的 我就下完班不回家 对啊 是什么可以住人 有啊 他有 他以前原来是 以前那个中山楼 那个原来是建 好那个 一个独立家屋 三房一厅 三房一厅 三房一厅的小房子 我给美军顾问他 顾问座 很特别说 你刚刚讲 三房一厅 小房子 那我那个时候是很好的房子 三房一厅怎么会是小房子 大房子啊 这三房一厅 当然就不是现在跟那比 我在 我那个时候 那个是很高级的房子 我那个四十年前 五十年前 一九七零 一九六零年的时候 一九六零年的时候 六零年代 进步 你我 我们都没有房子住的 那住在那很高级的 还有看到 还洗温泉 天天洗温泉 天天洗温泉 很享受 我享受过我的生命 享受的 真是我后来 我现在回忆起来 哎呀 神创造这么美好 那么好的环境 那我是很享受 真是看到阳光出来 阳光照进我的房间 看到阳光出来 我醒过来 看到黎明 所以呢 我们要享受人生 要享受这个自然界的美 要享受这个 你要懂得享受人生 你活着快乐每一天 你要自己去享受人生 自己去找乐趣 也很重要 而且呢 那个在这里说 尤其是我们信了耶稣以后 你更要跟耶稣同行 更要以耶稣的乐为乐 以神的乐为乐 以神同乐 以神同行 要常常喜乐 那我们唱歌也唱了很多 问题是 你是不是真的活出来呢 你又没有活出来 我真的很开心很快乐呢 你要活出来 我们从小年轻也要活出来 你看哦 第八节 第十一章 第八节 人活多年 就当快乐多年 然而也要想到黑暗的日子 因为这日子 比多要来的东西 要来的都是虚空 你快乐的时候 要想到黑暗 当然 你不要去说 有黑暗 你要把那黑暗赶出去 不要让黑暗笼罩你 不要忧伤悲怀 用忧伤 或是说 你一天过得不快乐 很忧伤 很不快乐 一直在想念往事 人生到晚年 到中年的时候 人生有这个 觉得万事都成了 或是有时候 是成功也好 失败也好 你不管你成功 你说你要很喜乐 你不要再这个 又被黑暗笼罩了 那昨天有一个人 打电话给我 大概有差不多 退休的一个姐妹 她以前在温州堂 来的后来 她退休了 她原来在一个 美国大学里面 当注册主任 她的婚姻也不美 也分明生了一个儿子 儿子也有长期的缺陷 她的人生到晚年的时候 她就觉得很灰暗 很不快乐 很depression 就是很那个 很忧郁 也不想见人 也没有什么朋友 就住在公寓里头 也有一点老本 有的叫我去给她祷告 给她看 她也不愿意见我 以前常常来 我们教会她 在温州堂 她现在就是跟神离开了 跟于是独立了 又退休了 一个人就觉得很无奈 很无聊 也没地方去 就是很虚实 而且抱怨 抱怨她跟那个朋友 抱怨人 抱怨这个 抱怨那个 老男人很抱怨 胡宗生也抱怨 这种人我也是碰到 昨天就碰到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姐妹 我的姐妹 所以我们不要活在这个黑暗里头 我们不要黑暗 不要 当然 你有悲愁 有不如意的时候 尤其是感情方面 男女感情方面 夫妻感情方面 这个往往更容易造成 这个情绪的低落 情绪的这个低潮 很容易造成 所以我们要快乐 那在这里呢 七八两节讲的说 作者劝人在快乐时 不要过分 快乐要有节制 也不要过分 在悲伤时 也不要过分悲伤 而且在白日时 白日复古 不要忘记黑暗来到 就是说 你要心里准备 你人生 会遇到黑暗的时候 但是呢 我们在有生之年 在有生的日子 就是神所赐的时日 你要好好的享受 好好的把握 我现在就学习啊 对不对 我老了嘛 假如说我七十七岁 七十岁再三点八十岁 活到九十岁 剩下十三年 十三年很快啊 我没有九十岁的话 那我假如说八十五岁 我要走掉的话 你看还剩下七八年嘛 我的生命就说七八年了 你看就算很快啊 最多剩下十三年 活到九十十三年嘛 人如果真正健康 可以活到一百二十五岁 看哈哈 活到一百二十五岁哈 一百二十五岁 那个摩西又活到一百二十岁才见祖面哈 那你要像摩西一样 活到一百二十岁 给他还可以做很多事情 那我现在 假如也有一百二十岁 那我现在是壮年 壮年老年的开始 摩西是几岁才带埃及 八十岁啊 对啊 我还没开始 我还没有开始 所以我们要乐观哈 所以我知道我的生命还没开始 摩西八十岁才开始服侍教会 好我们享乐之余 不要忘记神的审判 我们要常常想到享乐之余 你不要乐及生悲 有一次是年轻 你要把握每一天享乐 我们少年人啊 你在幼年时当快乐 在幼年的日子你的心寬敞 行你所愿意行的 看你所爱看的 却要知道为这一切事神逼神万年 但行你所愿行的 你不能说是说 我所愿行我去的是那个花田酒地 你要小心 尤其是没有信神的人 没有信神的人哈 你看晚上不回家的 去卡罗OK的 还有去那个网吧的哈 网吧搞到半夜三四点钟通宵哈 都是年轻人啊 都是年轻人 以前我们叫隔壁有个网吧 你们注意啊 里面都是年轻人都是年轻人 老的很少都是年轻人没有神 他们在那边 我进去看一下 我进去看我好奇吧 都坐在那里 都是在那个眼睛看那个电脑玩玩玩 哎呀他们都要的在那里 为什么就是被这个电脑迷住了 可以迷到打玩具打什么都打 game 可以搞到晚上一两天两三点钟的睡觉 很迷人 但是你要晓得哈 你要珍惜人生 所以我们要该乐的时候乐 该工作的时候工作 该读书的时候读书 该谈恋爱的时候谈恋爱 也很重要 谈恋爱是人生里面最重要一个过程 就是姐妹 你年轻假如说有机会 然后我们从二十岁二十二三岁开始 找到有假如有合适的朋友 谈恋爱这段时间也是很短的 不是也是三五年的时间 你要把握 你看哈 就二十五岁开始 到三十岁五年 你过了三十岁以后 那个就是我们在台湾以后 在台湾大学都说拉紧爆了 三十岁以后就拉紧爆了 所以三十岁以前 大概你的人生 这个婚姻 谈恋爱的这个前面 这几年你要好好保护 那如果没对象怎么办呢 没对象 没有对象当然了 我们就是敬虔度日 也是敬虔度日 但是 对象 有对象没有对象 有的时候 机会也要自己去创造 那故事教一下 怎么样创造机会 跟年轻人讲一下 什么创造机会 创造啊 假如说你对这个男孩子 女的也可以主动啊 不是说不可以主动啊 不是啊 女的也可以主动啊 你看了这个男孩子很好 那你就是多多跟他聊天啊 对不对 找机会跟他聊天啊 借题啊 问题借题跟他聊天啊 不一定说 就是很自然的 很自然的去 这个 接触 交友 所以你要再 这个 要多多参加这个 活动 教会的活动 教会的活动啊 里面 就是讨论题目啊 在教会小组里面啊 彼此交流啊 彼此认识啊 那我最近在那个 网站里头 接到一个通知 就是那个 死者 7月4号 要举行一个 单身福音营 单身的福音营 就是说还没结婚的 单身姐妹 她举办一个福音营 有四天 四号 四号五号 七月四号 牧师通常这种东西的话呢 差不多女生的四分之三 男生只有四分之一 男生其实少 不是男生 就是男生本来就很少 在教会里面 大部分都是姐妹多 所以我 蛮有负担 对我们教会的这些 大龄姐妹 其实都蛮有负担的 因为他们 其实我觉得我们也可以 办一个这个 类似像这样 跟别的教会联谊 跟别的教会联谊 对 不是 因为自己的教会 有时候看久了以后 很多 因为我自己也有一个 大龄的儿子 二十八岁 连一个对象都没有 这样子 是啊 是啊 所以 这个好 这个也是 也是 也是一个 就是说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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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恋爱是很微妙的 很微妙的 很微妙的 某某人来看 这一对根本就不是很 不是很 不是很恰当 好像别人看起来好像 不是什么 偏偏他们就会在一起 也不是很漂亮 也不是很那个很帅 对不对 就是 也不是这个天生 天作智慧也不是一对 但是很微妙的 感情的东西也很微妙 但是你呢 这个创造机会怎么样的创造机会呢 就是说 要有结束 开始 谈人生 慢慢谈 再进一步 好 我们就是说 要把握机会 在这里传道的时候 叫我把握机会 你牧师不好意思 我再请问你一个事 曾经我听到一个牧师讲 他说 男女之间谈恋爱 连情都不可情 他说 牵了手以后呢 他们就会 谈牌是拥抱 然后就会亲吻 然后就这样就是不慎洁 等一下我们下个次来讲 讲那个雅各 雅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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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各里面很浪漫 可是这样子的话 就不符合那个牧师所讲的 那个牧师他没有读雅各 他不懂得雅各 他不懂爱情的美妙 他不懂爱情 老普把老不懂 可是爱情 雅各讲的是婚姻喔 婚姻也挺有爱情才有婚姻嘛 他是说 好吧 下一次讲 下一次讲 我认为 这个 你牵手是很自然而然的牵手 那有的时候就是牵牵手 那你手牵手 我年轻的时候我也 我也请过女朋友看电影 那女朋友也是来找我 他说 你拿报纸来嘛 请我看电影 他拿报纸来啊 请我看电影 我说好啊 去啊 看啊 就买票啊 我不是 反正他来了 我也不会 去看电影 看完电影 看了两三次电影以后 那个女孩子就很主动 她的手就 我走路她就跨在我肩膀 那时候我觉得 哎呀 我很幸福啊 我也 我也没有去牵她的手啊 哎呀 我就有幸福感 但是我 我觉得我 但是我那时候 胆子又很小 我也不敢去 这个 太多的 那个 怎么样子 那后来 因为我各种原因 我各种自己 很自卑啦 就是说 那个火是人家点起来 但是我这个柴呢 烧不起来 哈哈哈哈哈哈 这个柴烧不起来 所以要双方啦 双方哈 最重要的当然 女人你也可以点火 男人也可以点火 这个火花碰在一起 这很微妙的关系 所以她拿报纸来 还是找机会嘛 她也找机会嘛 那她也 那她也不是说很漂亮 也不是很普普通通啦 那那个时候 那你总不好意思说 她拿了报纸来 又是同事 又是天天在一起 那你不能拒绝她 那你就好 就去咯 所以要找机会 这是我年轻的时候一个实力 那第九 那少年人啊 你在年轻的时候当快乐 在幼年的时候 你要心幻肠 那第十节 我刚才讲过了 你要除掉心中的愁烦 去掉要科制 要去肉体 要科制邪恶 因为一生的开端和幼年之时 一生的开端 因为一生的开端和幼年之时 都是虚空 所以你心中要除去愁苦 从肉体上除去悲惨的事 因为年幼和青春都是虚空 年幼和青春都是虚空 虽然是虚空 年幼青春 但是年幼和青春的时候 是人生最有经历 最充满人生的盼望幻想 很多充满人生 很多的计划 很多的梦想 都是在年轻的时候 都是很充满的 很多理想啊 很多想 人生怎么样 都很多计划 有一个就是说 你要有计划人生 比如说你 我大学毕业 22岁 在美国大学毕业 大概22、23岁 我大学毕业以后 我23岁到26岁 这一段我要做什么 26岁到30岁 这一段要做什么 30岁到35岁我要做什么 35岁我要怎么做 你人生自己要有一个规划 你自己要规划 你要到这个目标去行 所以婚姻是要在最好 在30 现在很晚了 35岁以前 不要定下来 假如35岁以后 就比较 就很难了 就很难了 而且现在 我现在我也不了解 这些跟我那个年轻的 30几岁 20几岁的 他们的思想 他们就要 当然跟我隔了一大层 我不了解他们 所以有机会 要跟年轻的朋友结束 他们在想些什么 他们的人生计划是什么 人生计划是什么 我都想要了解一下 我不了解 而我的小孩都长大了 他们的计划 他们都实现了 我也没办法 没有再去管他们 也没有去管 所以我想要了解 而一个人的开端 就是青春的事情 要把握青春 人生最好的时光 女孩子 从大学毕业 高中毕业 一直到40岁 45岁 50岁以前 这个都是最青春的时期 都要把握 尤其是年轻 都要把握 而且呢 要决定人生的方向 要决定人生的方向 所以 我们要趁着 年轻的时候 趁着 趁着头发 还是黑的时候 我们要跟常常 跟神亲近 跟这些在祖内里面的 年轻的朋友 你要找一个对象 有人说来教会找对象 我并不反对 我还鼓励他 我也是 我传福音 碰到年轻人 我也鼓励他 你还没结婚啊 我们教会很多 很多 很多机会啊 男孩子 我说你要找女朋友 找教会来找啊 可是我们教会很多 很少弟兄 单身的 对啊 那我们教会的姐妹都没嫁出去 还叫别人到 以后要多多去 这方面工作要加强 这方面工作要加强 但是我们 要把我们教会姐妹 通通嫁出去 对 对 你两个孩子 有来教会吗 我两个 你没看过吗 很高 很均 有吗 我看你的 在日本堂的啊 有 小的在这里 大的在 Hope Center 有 有 你就贡献了两个了 欸对欸 哈哈哈哈 对 欸我没想到这个问题 是啊 是啊 我有两个儿子 我忘了 我贡献两个 你贡献 所以我们要 这个 但是有神看啊 就是说 我们要 这个 一生的开端 我们要把握我们年轻 还有呢 我们 在这里一生的开端里头 我们呢 要这个 要在这个 也要 也要年轻的时候 对这个 呃 心中的烦恼 要除掉 从肉体去克制邪恶 因为一生的开端在幼年时 所以 呃 年轻人也比较 有 比较有这个 肉体情欲上的这个 呃 要尽量避免肉体情欲 但是这个 这个 呃 所以要 你要有神的生命啊 你才会 这个 对肉体情欲 这一方面的 这个控制力啊 非浮动地产 你 要 真的有神进入你的生命 你才会 能够去 处理 处理 这个 面对 情欲啊 脾气啊 或是 讲话 言行 这个你要面对的问题啊 一定要有神的生命 你没有神的生命 当然 呃 你来教会 有教会的约束 有这个神的约束 这个是很重要的 假如你没有神的生命 没有约束 到外面去 呃 随随便便 呃 就是交朋友 认识朋友 呃 呃 现在也是说 呃 没有结婚之前就有性行为 呃 就 有这个 呃 这个 有这个男女之间的这个问题 这个也不好 这个也不好 也要 要特别 要特别小心 我今天在美国 这个问题是 我 以我知道 我听他们讲 那个 上学的高中生告诉我 他们 尤其是美国人 还有 这他们 男女之间的那个 呃 随便 随便的很 很随便 他们也很自由 也信 也很开放 所以这个 这个也是 目前他们 这个 美国的这个 这个问题 而且老师呢 也 不会 禁止他们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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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时候 是 我们的思想 我年轻的时候 的思想 很错误的就是说 男女之间 结束 是有的时候 是不是很 不是 就是说 这个 对这个 男女的问题啊 就是说 对这个 不是不够神圣的感觉 不是很神圣的 很重视的 有的时候 有神圣感 但是你不够 不够神圣感 就是 男女婚姻 爱情的问题 这是一件很神圣的事情 假如你 两方面都有认识 所以你就会有一个很健康 很正常的 男女之间的一个交往 会产生 假如你心里没有 这个健全的思想 有的时候会走偏了路 走偏了路 走偏了路 所以 现在那个社会问题 青少年堕胎啊 习毒啊 在学校里头 就是说 性放 性开放啊 这些都是要小心的 都是 都神在做 就是要很小心 成人也一样 成人也一样 没有对 这个性的问题 没有这个 我讲一个 我讲一个 我看到的一篇文章 这是男女之间的性的问题 我看到一篇文章 有一个 中国来美国的 一个女的留学生 一个女的留学生 她 在学校里认识一个男朋友 男朋友谈恋爱 谈了一段时间 垮掉了 谈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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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垮的话 她心里就很寂寞 很 孤单 她就一个人 她们跑到那个 好像密基根还是哪个地方 晚上去河边散步嘛 河边 河边散步 那个河是很高级的 有邮轮啊 有美国人啊 她就一个人去那边散步 散步散步 就碰到一个白色白人 白的蓝的 也是长得还蛮不错 年龄也相当 就他善 就跟她认识 他在认识 那谈得很投机 那个男生呢 就有游艇 有游艇就请这个女生 到她那个游艇去 那谈到深夜的时候 她们就是 有这个新行为了 随便来应急 第一天第一次见面 就发生了新行 和亲行为那也好 那她们就继续谈恋爱 谈恋爱谈到最后 谈到她们结婚了 也结婚了 结婚以后怀孕了 怀孕的时候 她那个女的发觉不对劲 那个男的每天 越来越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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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就变了 那个身体状况变了 那她就身体检查 她问那个男的 最后那个男的 糟了 她说 I'm sorry 我有艾斯宾 哎呀 这个平年齐累啊 这个女的也活不成了 这个女的很大的一个打击 后来这个女的写了一个遗书 给她的女朋友 我就是看了这个女朋友写的报道 写了这个遗书 她说奉劝将来大陆来到美国的年轻的女孩子 你不可以随便随随便便 像我一样 就是去发生了这个 关外情 不正当这个情谊 她说我自己 断送自己的生命 断送自己的生命 这个女的自杀了 真的自杀了 真的这个故事啊 自杀了那以后 我读了这篇文章 我感慨很深 所以人没有信神呢 你谈恋爱 约会 都可以 但是你还没有彻底了解这个男人的这个 这个生前 他的背景 他的背景 他的background 你没有完全了解之前 你随随便便就跟人家上床 那是非常大的风险 为什么呢 美国呢 性开放 你不晓得这个男生的性生活史 他说病人从十五六岁 他就跟很多女孩子有性的关系 跟东张三女士 他身上有什么 有什么病你也不知道 有什么性病你也不知道 那这个是一个很危险的 女生呢 也要小心 所以 你要认识这个男生的这个生活背景 可靠 那你才去跟他深交 那你才去跟他深交 假如说你认识 反正这个男的 不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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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呢 我就是这个故事啊 来我这里上洗礼真道班的 还有那些中国大陆来的 这些单身和家分开的 很多是单独的女生 也单独的男生 所以这些 这个两性的关系 这都是这个 孤家寡人 都是孤家寡人 因为他们这个 在这个私生活方面 很难保证他们圣洁 他们都很难保证他们都是圣洁 都是不圣洁的 因为这个 这个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这也是一个生理上 所以人 我们一生 圣经里面讲到这个 以色列之所以失败 人生之所以失败 就是这个性行为 性生活的失败 这个是一个最大的失败 整个圣经历史里面 讲到很多人 这个婚姻生活 讲到他们的失败 坚毅失败 那牵涉出来 讲到去拜偶像 拜其他的东西 拜比较 拜其他的事 这也是一个人生的很重要 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而且呢 我们一定 爸爸妈妈 一定要教导孩子 女孩子 要公开的教导她 你要很坦白的告诉她 尤其是妈妈 你要告诉你的女儿 你要怎么样子保护自己 爸爸不太好谈 做妈妈是谈的 我的太太就跟女儿 女儿谈了 就很公开的教她 教她 是啊 但是她在外面我们不知道嘛 这是我们最担心的嘛 那在美国往往很多这个 儿子青年男女都在这方面 我们要特别想起来 我们要特别想起来 那在今天这一家呢 我们就讲到说 我们年轻的时候应该想起来 我们要享受神 要爱神 我们要敬畏神 所以这第十一章的总结论来讲 就是说我们年轻生命有限 你要把握人生 那最后要讲到十二章一个总结 整个十二章的一个总结 为什么这个 从人感觉悉空 那十二章我以后可能下一次讲 十二章从虚空里面来经历去知道神 认识神的宝贵 假如人生很幸福 我从小生在一个基督徒的家里面 我其实从小就父母叫到我们来教会 带到我们来见识神 那你这个人很幸福 那不是每个人都是这样子 每个人都是从很多不信实 不认识真神 到认识这个真神 这个转变过程里面 这个传道书里面讲得很透彻 所以也是离开神 所罗门离开神以后 他感想到他的人生 最后呢他还认罪悔改 写下传道书来 给我们后人的一个宝贵的一个人生 我们今天 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父神我们谢谢你的话语 主啊求祢 来帮助我们 来渴慕你的话语 认识人生 祷告改善 靠主耶稣 基督圣明 阿们 4 5 4 4 5